台灣沒有言論自由了 罵民進黨被超階滅族 這種事 我絕對不允許 我決定以身事罰 我決定以自己來嘗試 我們來看看 罵民進黨會有什麼下場 然後在被罵之前 我們可能要吃頓好的嘛 以前的人可能要被處理之前 不是要吃個好吃的東西 好 我們立刻去 有個恐怖欸 我剛剛去的時候看到一對那個 好像應該是國中生 國中男女 要求我去吃那個 食器醬 喔 食器醬很貴的了 要求他們居然可以吃 而且 是約會了救命啊 我都 所以人生勝土就這樣子 那個理工錢多啊 國中的時候我就要交女朋友 喔 現在 國中生真的恐怖 那個 他們 有些是不很簡單 但是 這個食器醬不便宜欸 不便宜欸 這個居然居然可以這樣去 這樣去去去去 喔 太羨慕了 救命啊 然後加一下這個薑 加一下這個薑 這個 你看到這個多少錢嗎 那一百四十塊 一百四十元這樣子 你這個 這個 飯 肉 那個 說真的有點流欸 真的有點苦啊 我這個 這作為我那個被處刑之前的最後一餐 這個 還蠻適合我的啦 自古以來追求言論自由的人 都是跟朝廷做對的人 然後我都過得不太好 像我這樣苦哈哈的 喔 這是 就是 標準的人群鬥士 你要是看到有那個 肥到的理由 看到有人過得很好 那絕對不是人群鬥士 那都是跟那個政府一起的 要像我這種 才是真正的那個 追求言論自由的人 來 先吃這個肉 啊 這個肉來喔 這個肥滋滋的 這肥滋滋的 不知道骨頭有沒有剃過 嗯 這看起來油油肥肥的 我以為是那個 跟那個 叉燒店的那個油肌一樣 油油的嫩嫩 可是它意味著 這個 炙燒的味道欸 那個是凝滋嘛 欸炙燒的味道 就是烤過的味道 我這個 怎麼講 不會油 雖然看起來油亮有亮 可是吃起來其實是 是一種厚重的味道 再一個 再一個 應該沒有吃錯 我的味道應該可以 那真的欸 它吃起來比較像是 不油的雞腿 齒味有限齒味有限 那這個畢竟 東西吃起來是那個樣子嘛 總不可能說吃起來像變成金剛吧 不可能說吃起來像賽博文科吧 那這個 評論食物這樣 不要說我詞窮 要不然不行你來 不行你來 你跟我講那個什麼味道 要自己去買 不要說我情侶吃啊 這個 換這個飯 這個 嗯 我們要想一些吃 不要太庸俗 我們這個美食頻道 不能太庸俗 要想一些新的吃 不能講什麼 精靈特異透 然後 但有彈性 粒粒分明 軟嫩這種事 者不能吃 我們這個太爛了 這個飯 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 超怕欸 蛤 什麼這個更爛的 自媒體真是難貨 我這個拍影片時間 應該是10月幾號啊 10月不管 10月 202310月多啊 那個超愛的事情 夠沒多久 人家就說我這個死過死 這個 我這個很難貨你啊 這是救命啊 這個 唉 我再試一下 這個確實 這個 我一定要想辦法 行動這個 雞肉 它就像是 吃美食幹嘛想那麼多 嗯 確實不錯的 確實是那個 用心的感覺 用心的感覺 嗯 只是吃著吃著 嘴巴有點乾欸 啊這個 唉 唉 一百四十秒附衛生湯 這個這個真的是 唉 這個 日子難過啊 這個難怪民進黨沒罵 難怪民進黨被說話 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 天哪這個物價這個不行 這個 這個民黨有沒有做事啊 來再吃個 這個 我們 做何一口 這一口吃了 就要跟大家離別了 就要跟大家分開 我就要去面對 萬惡的民進黨的 啊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它就像一個是一個 那個看起來油膩膩 但實際有內涵的一個直播主 就像 就像我一樣 好 這個吃到這裡了 謝謝 謝謝各位朋友 謝謝大家一路以來支持 這個頻道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也是經歷了蠻久了 為了回饋支持我的觀眾 我決定今天 挑戰民進黨 決動心黨 為台灣自由 出一份力 民進黨 下台 拜 我沒有事 我還活著 我妹被抓走 我贏過民進黨了 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 差派 我們在下台 我們的燈 我們在下台 下台 我們在下台